最新轰动消息!敦马今日挑战纳吉,如果不是深有史的话就敢敢起诉美国媒体!快看!敦马还爆出来借大选是史上最脏的真相。 若被撤销资格!马哈迪,土团不介意用火箭机制。 希望联盟主席敦马哈迪表示,即使西蒙向社团注册局的申请不获批准,西蒙仍是一体,若土团党被撤销政党资格,他甚至不介意用行动党旗帜上阵。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社团注册局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西蒙注册,因为不批准会让首相拿都斯里纳吉获胜。 马哈迪,前排左二,表示,西蒙得到消息,社团注册局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西蒙注册。 左一位旺阿兹沙,右起林冠英及莫哈莫沙部。 图,星州日报。 吉隆坡13日讯,希望联盟主席敦马哈迪表示,即使西蒙向社团注册局的申请不获批准,西蒙仍是一体,若土团党被撤销政党资格,他甚至不介意用行动党旗帜上阵。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社团注册局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西蒙注册,因为不批准会让首相拿都斯里纳吉获胜。 第二点,纳吉也会通过重划选区,或让特定人选,如班登区国会议员拉菲兹无法上阵及撤销土著团结党政党资格等,确保自己胜利。 只来借大选最肮脏。 他形容来借大选将成为大马历史上,甚至是全世界最肮脏的选举,而西蒙也会做好准备抗衡。 马哈迪也是图团党主席,他今日连同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旺阿斯沙,行动党秘书长林观英, 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夫及图团党总裁丹斯里穆尤丁等出席新盟最高领袖会议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纳吉会害怕败选,是因为一旦输了,就有可能要坐牢。 他指出,印尼当局充公平静号豪华游艇仪式让国家羞耻, 而美国电视台瑞秋梅道秀吉《华尔街日报》对纳吉的指控如果不正确, 他也应该起诉对方。 针对应对图团党可能被撤销政党资格的B计划, 马哈迪不愿透露,只是表示B计划就是B计划。 寻吉届时图团党会否使用公正党旗帜上阵, 他说,一切事情都会考虑。 我很开明,我也可以用行动党机制,上阵。 西蒙要减轻政府债务。 寻吉西蒙竞选宣言出炉后, 被指一旦废除消费税会导致政府负担一兆令吉债务, 他指出,西蒙是要减轻政府的债务, 但是如今的政府实际上已经超出债务的最高限制, 但是却通过成立一马发展公司方式去转移420亿领级的债务, 这是一种欺骗行为。 对于西蒙竞选宣言被指民粹及不切实际, 他说,那就让我们胜选,看看会如何。 针对西蒙注册不获批准带来的影响, 他说,无论是否批准西蒙注册, 都会由西蒙最高领袖会议去指引所有活动。 寻集伊斯兰党竞选宣言称将包容穆斯林及非穆斯林, 他也言语,按照伊斯兰党的说法, 包含非穆斯林就变成一教徒, Kirfield。 寻集有传言指承信党主席默哈默沙布, 将在雪州哥达拉尔区国会议席上阵, 默哈默沙布说,我不知道, 我到哪儿上阵都行。 文章来源, 星州日报20101803.13。 马上转发。